至于是等调整员买的 其实都真的很多 所以譬如其中包括有一些 我自己现在就仍持有Tesla的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了 那你都未必说 大家已经很熟悉都未必需要去多说的了 那这个它基本上没有说很大幅调整 而且呢 大约是前排是突破780的 那如果你拉回来看 你看到780是一个都 一个之前的阻力的位置 那现在来说它没有什么 它不算说很强啊 逆次很厉害的那样升 因为有些是破坑顶的 它算是在中间 我也可以说三个例子 那Tesla算是中间的 那我现在都是持有的 有些是破坑顶 有些是落坑 你可以等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 你拉回来看 你会看到究竟它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 那780其实你看到就是 几个月前的那个阻力 那再上呢 其实就已经是看到历史高 那就是七百元左右的了 那你会看到这些都是 因为它没有去破坑顶 但是其实整个走势都是向上的了 另一个呢 可以看一下的 或者是等着 就是落坑 等它调整完才进去的呢 这个都是大路的 就是SQ 出业职 还有就是出了 其实它出业职那天是低开的 那业职 跟着还有就是它有一个的 收购澳洲的 bu now pay later的公司 after pay 那天就 之后就爆了上去 那装完新高之后就去 去打下来的 那其实现在呢 关于这些的金融科技的公司 都越来越多的 大大小小都有的 那包括就是 传统银行都开始接触着这一边 譬如他们 现在呢 很关注这个 先买后付的业务呢 那美股就还有Affirm 那大大小小都有很多 那但是为什么会去 选择它呢 其实它是 它呢 在这一方面 比较全面一点 其实也是做了一个 生态圈 就是 譬如我们会去看 过往的一些 成功的公司 譬如是 苹果 那它们都是一个 用户生态圈 你会 譬如 我们现在 买了 苹果的手机 那你就一定要 用了它的 Apple Store Apple Store 上次我们在说 它的 叫做 苹果税 那就是等于 你中间 那些人透过APP 那又给了很多 那整个生态圈 那其实呢 这个 Buy Now Pay Data 这个东西 是开始 有一部分来说 是一个 蚕食 在传统银行的 一些信用卡上的业务 但是 其实呢 现在连是 Master Card都 开始去接触这个范畴 那所以 其实这个行业是有很大的 转变的 如果你由一个 虚拟银行的角度呢 其实Square 可以说是一个 最接近一个 虚拟银行 心目中 一个完美的 模型的 一个公司 而且它已经是 去做到 以前呢 那他们要去打 这个 商 Corpore 客的市场 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用线上的模式 但是它 其实是 香港有很多 都开始发展 这件事情 但是Square 其实就是真正是 做着这方面的 的业务 如果说它 譬如最新的 业绩方面 第二季那里的增长 收入增长 都有超过一倍 都继续是 一个高增长的阶段 但是呢 那次收购完之后呢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就是收购完 可能 冲一下 就会下来的 那加上 现在呢 是一个 挺杀股值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可以等一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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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